大家好,欢迎做今天的美食 今天做好了好吃的素馅饼 不但颜值好看,而且特别柔软 皮儿薄馅大 首先准备400克的面粉 加入3-4克的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270克的温水来裹面 边倒边搅拌 搅至这种大面絮状,下手揉成团 把这一面团给它揉匀 然后移到面垫上 从中间一分为二 搓成长条状 切分成等份的面剂子 一个面剂大约40多克 然后把每一个面剂都给它揉一揉 揉成圆形状 拖盘里给它刷一层油 把制作好的面剂放进来 表面也给它点点油 盖上保鲜袋,饧面40分钟 接下来我们制作馅料的部分 饺子专用粉条碎 昨天用的是包子专用的 这个颗粒要稍微小一些 倒入大碗中 加入刚烧开的水 浸泡10分钟 半根胡萝卜插成细丝 再插一个较瓜丝 放入一勺盐 翻拌均匀 腌制10分钟以后 我们挤出里面的水 再给它切几刀 稍微碎一些 切好以后放入盆中 粉条碎,泡10分钟以后 我们给它挤去水分 然后加点老抽 放进来 加入炒好的鸡蛋碎 切点木耳碎 最后加入葱花 多加一些 味道更好 拌一下我们就放入 这个酥馅饺子粉 因为腌制蔬菜的时候有盐了 不需要放盐 再加入调料油 搅拌均匀即可 切好的面剂子 直接压扁 沿着边缘压 压成一个小面片 边缘裂薄 中间稍微厚一些 放上馅料 酥馅的馅饼 要多给它放一些 用勺子被儿 我们给它压一下 这样更好包 沿着最边缘 我们给它收口 记住 这个皮要捏一点点就行 这样包出的馅饼 没有死磕的 最后封口捏延伸 小尾巴一定要给它捏扁 放在底边 整理一下圆润度 直接压扁 正面压两下 反面压的地方 再稍微压两下 饼层提前预热 淋点油 油热以后 放入饼皮 饼的表面淋点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中和烙饼 烙饼的表面变得透明了 这时候给它翻面 翻面以后就不用盖盖子了 稍微转动一下小饼 看一下小饼这时候都鼓起来了 再次翻面 看一下小饼的边缘处都变得透明了 完全鼓起来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家人们看一下 这样制作的素馅饼 两面皮薄一致 颜色好看 掰开里面看一下 里面满满的素馅 喜欢吃素馅饼的家人们 可以动手十做油 一点面割的都没有 清淡又美味 再次见到这里 再次见到这里